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以前天机红外预警卫星只用于监控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工作模式 这种混合监控方式很可能导致紧张时期防御一方的战略预判 最终由于误判引发核大战 无论是经济 军事还是外交 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让世界性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骤降很多 有不少专家更是断言经济全球化时代 不可能爆发世界性的大战 然而在美国智库卡内基研究所看来 世界性的大战随时可能爆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日前刊文称 美国和俄罗斯完全可能因为偶然因素发动一场核大战 而这毫无疑问将演变为世界性的大战 该文作者引用了美国卡内基研究所2017年年底发布的核政策报告结论 认为当前个雍和大国在弹道导弹预警 核武器控制系统以及核弹在具的部署上存在问题 而这有可能成为引爆核大战的祸根 卡内基研究所的核政策报告 对当前个雍和大国的核武器部署及监控进行了评估 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大国的天机红外预警卫星 不仅用于监控弹道导弹发射 还用于监控内心发射以及常规导弹发射 相比以前天机红外预警卫星 只用于监控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工作模式 这种混合监控方式 很可能导致紧张时期防御一方的战略预判 最终由于误判引发核大战 卡内基研究所的报道还批评了美国 俄罗斯的战略核载具部署模式 报告认为 美国海空军 俄罗斯海空军将运载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载具混合部署 比如战略轰炸机和普通军机部署在一起 战略导弹和潜艇和巡航导弹和潜艇部署在一起 这样非常出现的一种情况 就是进攻一方 本来准备用常规导弹打击对方的常规武装 但防御方则可能将这种攻击误判 为解除几方核武装的打击 进而发起核报复 此外 美军现行的核弹指挥管理系统和常规武器 的指挥管理系统是同一系统 随着太空军事竞争的加速 反卫星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关键一环 如果一方发起了规模有限的反卫星战 被进攻方很可能将其误判 为对几方核武器指挥管理系统的攻击 进而使用核武器对攻击发几方 进行嫌罚制人的核打击 事实上 核大战的偶然性还是非常强的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就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最接近核大战的一次 当时美苏双方的携带核弹的潜艇和战略 轰炸机军已就位 紧接核导弹也已互相瞄准对方国土 如果不是苏联及时妥协进行沟通 现在全世界很可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 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 尽管有多种技术手段 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误判 但要想彻底消除鹰鹿叛影 发的核战还是不太现实的 特别是在大国间利益摩擦 日益严峻的背景中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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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